吴曲心是三颗财心其中一颗它是正财心 所以有些时候你的超能力 超票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的钱财或者说你的钱包 被彰显了、露白了 是不是有破财的机会 听到这里啊,不要担心 因为破财我们可以把它往正面的方向去倒流 所以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今你要怎么去得到你的好处去增幅 你的任何想要达成的目的 也谈到了说怎么样去实现你的梦想 或者说去落实你想要做的事情 接下来讲呢 其实每一年啊 在任何运势操作上面还有一个力量 其实非常的重要 是彰显的力量 从彰显的力量 彰显的力量具体来说是让你被看到 那被看到的话来讲 你就有机会得到拔着 特别是提升、升职这样的事情 那这些东西跟零选类的啊 会需要别人去筛选啊 去审核啊 你有没有取得资格 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包含考试 那这个东西的话来讲 今年呢 它代表的新药是什么 它代表的新药是五曲 那五曲有两个很重要的特质 那五曲的特质呢 它是什么 它首先呢 它是一步一脚印 实打实 然后脚踏实地去取得你的目标 去让人家被看见 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五曲心是三颗财心 其中一颗它是正财心 所以有些时候的超能力 钞票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刚刚其实讲过 这环境里面 它带给五曲心 跟五曲心产生联合的效应手 是彰显 所以它其实确实有一种程度上面 你的钱财 或者说你的钱包 被彰显了 露白了 是不是有破财的机会 听到这里啊 不要担心 因为破财 我们可以把它往正面的方向去导流 举例来讲 今天你是做生意的人 你去呢 改变了 你早就该改变的装修 又或者你去增添了你的器材 或者说考生 你想要考试 去取得这样领选的一个资格 你花钱去一个好的补习班 去增加你的胜率 这其实都是这个钱财 可以去得到彰显的其中 几种可以诠释的方向 来 所以我们核对一下自己的盘 看一下你的五曲心 在什么样的位置 然后可以参考一下呢 我可以给大家的这个建议 第一点呢如果你的五曲心进入你的植物尾 这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 今年呢确实呢你满有这个破财的一个机会 可是呢不要担心 你可以去守住 这个东西是可以你自己去选择 你要不要破的 那同时为了平衡自己啊 如果你花一些钱在自己身上 让自己开心 因为始终是这一条线上面 也跟你的精神 灵魂 享受的东西是有相关的 那你的话来讲也可以适时的去为自己得到一些解放 除此之外 警方破财 那接着呢如果你的五曲心呢 进入到了你的丑未未 那丑未未这条线上面你要去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呢 今年呢你有没有家里面啊 或跟小朋友啊 有关的事情可以去得到一些升级 你把钱花在这里的话 其实会得到还蛮不错的一些机遇 特别是说比如说家宅内部有没有一些东西需要维修啊 修缮啊 又或者说你有没有想要添沟一些按摩椅啊 如果在自己能力的负担范围之内 去提升你的生活品质 家人的生活品质 这其实蛮棒的一件事情 再来呢往下的话来讲呢 如果你今年五曲心出现在你的隐身位上面 在这条线上面的话来讲呢 你在工作上面呢 你的务实踏实努力的能力是会被看见的 那更多的去彰显你的专业 如果是说在这条线上 你可以通时兼具人际关系之间的沟通 在你的专业又是过关 可以突出的话来讲 其实今年升官的机会是有的哦 那另外一方面如果是自营业的人呢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些器材 早就该换了 又或者说呢 可以在这个之后呢 得到一些升级的机会 这对你的工作也是有帮助的 那这条线上其实也跟感情有相关 所以呢 如果是说可以花一点钱安一下太座 安一下先生 安一下夫座 那也保你今年渊渊满满 那如果是说你的五曲心呢 出现在你的毛有味上面 这件事情上面呢 你就要去注意一下东西 有没有可能因为呢 朋友 因为家人 特别是妈妈 兄弟姐妹 这样的状态去花了钱 然后去衡量一下 这是不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 另外一件事情呢 也有机会呢 今年呢 得到升纤 得到拔着的 是你的竞争对手 那如果说你们关系不是太差的话来讲呢 赶快跟他打好关系 下一个就有可能是你 如果你们关系不好呢 至少在人家新端上任三把火 正在施展之拳的时候 自己不要往枪口上面去撞 调试好你自己的心态 有时候不是自己不好 是时间还没有到 下一个可能就是你 那如果是在命迁线上面呢 凡事的话来讲啊 你的务实踏实的能力啊 是会被看见的 可是啊 有时候这被看见的事情呢 是你自己需要去争取 去发扬 有时候我们会很专注在说 比如说专业技术的这个 生根上面 也忽略的让人家知道 具备这样子的能力 今年呢 在各方面去具备这样的事情 去彰显这些特质 学会一点帮自己打广告 对自己是有帮助的 只要对应得上你的实力 那同时自然的话 你也要去注意破财的事情 那最后呢 如果是你的无趣啊 出现在四海位这条位上面 这个位置上面啊 你要去注意什么 如果跟你的上司啊 跟你的长辈啊 在讨论事情 在沟通事情的时候 大家其实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会比较需要时机 会比较需要成果 在另外一方面的事情的话来讲 你要去注意保健你的呼吸道 特别是呢 如果是你本来就是有抽烟啊 或是呼吸道比较弱的人啊 这都是注意的事情 那另外一件事情 还有什么样的事情呢 你也要去注意啊 不要去碰撞到 还有呢 如果是皮肤过敏啊 不舒服的人 今年也是要特别注意 养护自己的身体哦 来这是关于这个化科我们的介绍 今年的运势的操作 2024的运势操作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我们看小帮手看到的话来讲 告诉我们都会回复大家哦 谢谢大家